王君興收起十二路譚腿 請Mary姐教你打爛仔膠 王君興雖然在去年底宣布離開無線 但最近仍然一個星期陪足觀眾五晚 她在鐵拳英雄入面飾演的程安娜 幾乎每一次出場都大顯身手 在劇中使出十二路譚腿 強勁的一字馬踢腿 網民都大讚動作優美 真是不打得都看得 程安娜為了幫爸爸報仇 在張國強飾演的彭堅家裏做內鬼 和婆婆韓瑪麗有不少對手戲 Mary姐在劇中眼神凌厲 要致情安娜於死地 但在鏡頭後等待位時 Mary姐就展現了小優的橫皮一面 王君興首先介紹 韓人街用不著打那麼多功夫 當然等Mary姐教你怎樣打爛仔膠 是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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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ry姐立刻扎馬亂打 如果有對手近身 這場爛仔膠恐怕未打才輸 是呀 香港電影金像獎 2月16日公佈入圍名單 以東升說 不可再延遲多一年 香港電影金像獎 去年因為疫情停辦 決以順延至今年首季 合併投票和頒獎 但面對第五波疫情 政府一再收緊防疫措施 金像獎主席以東升表示 頒獎禮決定如期在2月16日 公佈各個獎項入圍名單 而頒獎禮就定於4月17日 在尖沙咀文化中心舉行 會密切留意政府的限聚令措施 預計規模不會像過往那樣盛大 小寶又說 如果兩年不搞 一直積壓下去不是辦法 亦都不健康 今年集合兩年的電影 大約有70部電影競續 競爭相當激烈 希望可以搞得成 過去兩年有多出叫好又叫做的電影登場 包括陳沐聖執導 謝霆鋒主演的《露火》 謝賢主演的《殺出過黃昏》 吳君如監製及主演的《媽媽的神奇小子》 和黃丹妮主演的《梅艷芳》